他就現在都沒有錢 這怎麼會 市長每年大概的第二玉備金 大概會有五億 三到五億的第二玉備金 現在目前為止動用第二玉備金 防治登革熱已經將近四千七百萬投入 市長講一下今天為什麼會來立法院 今天最主要來立法院 拜訪我們立法院的國民黨黨員 請求國民黨立法院 第一個 我們跟他們打個招呼 很久沒見面了 第二個就是 我們現在高雄有一些 迫切需要中央的補助款 按照重要性來說 現在最急的就是登革熱 登革熱我們非常非常的著急 那還有一個就是高雄市政府的財政太困難了 困難的不得了 我們也希望這個立法委員 能夠多多來幫助高雄 來解決一些財政以及補助款的問題 市長說經費不夠 我們經費一開始 也不知道他會發生多少例 所以我們一開始是用我的第二億倍金 那在申請我們先使用我的第二億倍金 然後我們跟中央申請補助 中央地方合作 我想這個都不是困難的事 我相信中央會全力支持 他就現在都沒有錢 他都沒有錢 怎麼會 每個市長每年大概第二億倍金 大概會有五億 三到五億的第二億倍金 當然我覺得中央對於地方 登革熱的疫情也會全力支持 所以我們會在當時跟物申署 環保署申請他們在這個部分 我們對我們的補助 市長也很緊張 我們現在目前為止 動用第二億倍金 防止登革熱 已經將近四千七百萬投入了 那有幾個甚至包括立法委員都說 韓國瑜不會當市長 不會用預備金 我們早都投入了 而且跟各界報告 我們今年防止登革熱 是從二月份就開始了 為什麼 因為今年是暖冬 因為暖冬 大家心理壓力都非常的大 登革熱如果一旦起來之後 這對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影響太大了 所以我們事實上對登革熱的防止 這幾個月來都不敢掉以輕心 所以各界說不會用預備金 完全是大錯特錯 而且我們希望中央跟我們的補助 能夠盡快盡速審查下來 勾取也會跟防止登革熱有關 大概也用了將近六千五百萬左右 都是用我們的預備金 只有四億的預備金 我們一開始就開始投入了